希望重新喚起竹東人的驕傲 最近在竹東鎮有多個團體 共同舉辦戶外感恩音樂會 在歌聲舞蹈的帶動下 讓民眾多一個互相聯誼的機會 同時也趁這個機會 讓居民都能夠找回內心和樂安康 我們其實這個主題叫做 回家竹東重返榮耀 那我們這個主題 其實真正就是回家竹東興起 重返榮耀 我們希望竹東人身為這個城市 每個從家庭 每個家庭是彼此相愛的 然後青少年都是充滿了希望盼望的 青少年都有夢想的 我們也希望從一個禮開始 我們要踏遍竹東的每一個地方 我們要開始做復興的運動 我們希望讓所有的孩子 無論在校園 無論是在家庭 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實現 他們在生命中最重要的夢想 而且凡事謝恩 為他們生活出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感謝 來感謝上帝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感謝父母 感謝他身邊所有在他身邊跟他有關係的人 因著感謝他們就可以成為這個國家最棒的 最棒的新的領袖 我很高興能夠來參加 我感覺到很溫馨這個活動 身為主動的 也就是主動最棒的 應該是主動最棒是有一個融合啦 和諧啦 起源於美洲的感恩節近年來也在台灣變得越來越流行 宣教士陳格菲指出透過感恩節讓民眾能夠重新造回自我 也感受到天主的愛 很感謝主在11月份就是有感恩節的節慶 那我們教會為什麼會想要的這個活動呢 很簡單 其實在這個現在很多的家庭學生 他們現在都會有一些困難 什麼困難呢 就是他們很難愛別人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會感謝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到很多 可是你知道感恩這個就是我們有沒有得到恩典 有沒有被祝福這件事 其實只有一個關鍵 就是如果你是感恩的人 那這個恩典祝福就留在你的身上 那如果你是充滿祝福的人 你自然就會繼續的怎麼樣 把你的祝福帶給別人 充滿溫暖與祝福的戶外感恩音樂會 讓來參加的主動證明陶醉在音樂的饗宴裡 主辦單位也安排豐富有趣的團康活動 以及各式點心 讓民眾們度過歡樂愉快的週末假日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